同志指出 今年前9个月 越南全国公共投资资金到位率 完成总理下达计划的47.29% 低于2023年同期 未达到预期 为促进增长 稳住宏观经济大盘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政府总理要求各级各部门积极指导 抬除障碍 解决困难 加快公共投资到位进度 力争2024年公共投资资金到位率 完成计划的95%以上 政府总理只是加快进度 减少与公共投资资本支付相关的 至少30%的行政审批时间 促进公共投资资本的支付和结算 解决拖欠工程款问题 政府总理还要求继续进一步提高 以省级人民委员会主席为首的 公共投资波幅特别工作组的运作志向 主动审查评估项目的支付能力 实现公共资金严格管理 对做好资金拨付工作的组织 个人和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从严处理蓄意制造困难 恶意拖延资金交付等行为 总理要求及时更换业务不经 能力不强 停滞不前 消极腐败的公职人员 自然的公共资金严格 对于公共资金严格 在公共资金严格中的公共资金严格